哈喽你们好呀我是小杰 这一期呢给大家带来飞车不一样的体验 没错就是你们眼前这一台麻将车 哎呀有点小小的无聊啊 一缺山有没有人要来跟我一起打麻将的呀 兄弟们快点过来啊数量有限啊 我还可以开车带你们去兜风呢 还可以带你们去看美丽的大风景 在我们可以体验驾驶乐趣的同时 还可以娱乐娱乐打打麻将什么的 还是挺快乐的嘛 要打麻将的那三位小伙伴呢 可能就得委屈你们一下呢 因为我这边好像没有椅子啊 只能委屈委屈你们做一做这个空气了 就是有点危险啊 可能会随机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把他给甩出去啊 不得不说我这开车的一个车技是真的溜啊 你看我这开的这么激烈了 这麻将真的是丝毫不动对啊 他一点都不动 我就这么倾斜我就让我飞起来了 他还是能够保持这个原样啊 就跟这个麻将站在这个麻将台一样 这不应该只是一个白色吧 等等等等让我捋一下 这肯定是不简单的 这么多麻将肯定是有他特殊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他的特性呢 跟这个麻将是有关联的 就像是我有三次机会 前面要是有对手的话 我可以随机拿起一个麻将 往他侧轮上砸 然后这对方会有一秒钟 无法操控这个方向盘的 我觉得天美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想法 这样会让飞车更加有乐趣 在座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玩法怎么样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哟